阿爸天父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把接下来 主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圣灵继续地来教导我们 你让美好的事情发生 圣灵我们需要你来改变我们的观念 改变我们的观念 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得胜圣名祈求感谢 Amen 很多人以为悔改是改变行为 其实不是 悔改是改变观念 因为只有观念改变了 行为才会改变 所以原文里面的悔改是从这个方向 转到这个方向 原文里面是这个意思 所以悔改的意思是改变观念 所以我们带领人信主 如果他的观念没有改变 你只是让他感觉很好 那只是一个初步 但是他很快又回到老样子 一定要他观念改变 也就是生命改变 他才会整个生命不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 OK 我们知道今年2019年 我们的经文是 一起来 OK 我们的经文是什么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 所以我们的经文 先求神的国就是 让耶稣做完 因为只有 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的主人是谁 我们才知道 我们是被主人所拆派去转化 没有主人谁拆派你 所以为什么今年的经文 是先求神的国就是 我承认耶稣是我的王 这就是先求神的国的意思 先求神的国 我承认耶稣是我的王 我的王才派我去转化 这个观念一定要很清楚 所以如果我们今年没有操练 让耶稣来做王 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使徒性的生命 使徒性的小家 使徒性的教会 我们自己才能够被他拆钱使用 那耶稣到底是谁 为什么我要让他做我的王 为什么 耶稣凭什么做我的王 对吗 因为他无与伦比 因为耶稣无与伦比 没人能与他相比 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 祂是我们天国的君王 祂是我们的真神 你知道你问犹太人 整本圣经里面 从小到大 他一听都是很敬畏 很敬畏的一节经文 你知道是哪一节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主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神 是这句话 这句话会让他们 树栏起敬 因为这是他们的民族的 独特跟优势 就是我们独一的真实 然后接下来 那节经文的接下来是 所以你们要尽心 尽心 尽意 尽力 爱主 我们的神 其次也要 爱人 如己 所以这节经文是前提 然后才到 你要尽心 尽力 这是犹太人 很清楚的 从小 他们都很知道 这句话 父母 从小让小孩 知道 就是这第一句话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主 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神 或者他们翻译 做独一的主 阿多纳 因为他们不敢 直接称耶和华的名字 所以耶稣基督 是我们生命的真光 祂是行神迹的那一位 祂是我们全能的医治者 祂是守约师慈爱的 祂是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不知缺乏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先求祂的国 祂的义 这一切都必加给我们 所以我们 之前已经听过了 我讲到 所以追求神的国 一起来读 来 让耶稣在我的生命中 做完掌权 统治我的生命 行使祂的权柄 彰显祂的能力 完成祂的旨意 所以如果没有让耶稣 在我们生命中做完 没有让祂来管理 我们的生命没有权柄 所以魔鬼不怕我们 我们的生命没有能力 我们的生命 不知道祂的旨意是什么 第二个 追求神的义 来 效法耶稣的美德 公义 圣洁 和睦 圣灵中的喜乐 罗马书告诉我们 这次给大家温习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 使徒性的教会 或者使徒性的生命 就是你个人 或者小家 或者教会 要怎么运作 还有它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不是只是 喊一个使徒性 我们要看目标是什么 要达到怎样的目标 好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知道 我们要祷告求神 让我们教会 有五重指示的教母团队 就能够更加整全的 因为我的恩赐 是比较偏向使徒跟教师 所以我需要先知 需要传福音 需要牧师 来去平衡 所以这个是 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 那么五重指示的教母团队 他是要做这三方面 对于圣徒 所以还记得吗 以福所书第四章 第十二节告诉我们 五重指示的目的是什么 装备圣徒 训练圣徒 成全圣徒 所以今年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 我愿意去 接受装备 然后装备人 接受训练 然后训练别人 被成全 也要去成全别人 你要记住这三句话 我们没有这第一步 我们就很难成为 使徒性的人 或者使徒性的教会 所以我们求神 为我们预备这些 那接下来圣徒 圣徒要做的是什么 圣徒要做的是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呼召 自己的使命 所以自己的身份 就是要了解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的身份 要知道 耶稣给我的呼召是什么 我这一生的独特的使命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我们 圣徒要教导 还有要装备 接受教导装备 灵命要成长 然后接下来要操练 一定要去操练 属灵的恩赐 然后建立 一起的建立 健康的教会 就是耶稣的教会 好 接下来 那圣徒 我们被装备 训练成全 这些之后 那我们就要什么 被拆派 被拆派出去 所以我们要拆派 首先进入到我们 被拆派什么 进入到我们的家庭 还有我们的朋友圈 我们的朋友 进入到我们的校园 进入到我们的职场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社区 如果你有参加社团 你要进入到你的社团 这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面 遇到的这四方面 那我们要拆派什么 我们要被拆派出去 活出福音 活出福音 然后转化这个社会的 弃作大伤 活出天国文化 所以要把这一个 变成天国文化 这样不单只是复兴 而是整个转化 那就会长起的 好 所以我们要转化 整个社会 活出天国文化 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这个是转化 转化 OK 所以这个图画 也是很重要 你可以拍 因为讲义里面 没有彩色 OK 好 讲义里面没有彩色 OK 那我们很快就进入下一章 下一章就告诉我们 我们拆派出去 怎么样活出福音 怎样活出那个福音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 接下来 所以使徒性的 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就是被耶稣拆派 进入世界 还记得吗 刚刚讲的 家庭 朋友 校园 校园 社区 社团 职场 好 然后进入这个世界 发出那个影响力 然后牧养那个人 转化这个社会 就好像父母那样 一定要牧养他 然后转化整个社会 所以我要很快地来去讲 首先我们就是要 五大目标 还记得吗 我们一定要活出福音 不是讲活出福音 那怎么活出福音 OK 很快地来讲 第一个就是 你要制造机会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 creator 创造者 我要成为一个 创造机会的人 弟兄姐妹 差别就在于 等机会的 你都等不到机会 我们要成为一个 制造机会的 你发现到 你如果想要追一个对象 你很会制造机会 对吗 如果你爱这个灵魂 要抢救这个灵魂 我们要制造那个机会 制造那个机会 来抢救灵魂 然后谦卑主动 谦卑主动就是 不要 不要看到他的时候 就说 你是信什么的 你是信佛 哎呀 信佛失败 魔鬼的会下地狱 那就不叫谦卑 那不叫谦卑 对对方来说 你在侮辱我的宗教 你在侮辱我过去 我的选择 你知道吗 所以一点都不觉得 让人觉得谦卑 谦卑是什么 弟兄姐妹 谦卑是我们 谦卑的让人感觉到什么 你来靠近我 你制造机会靠近 你让我很舒服 你让我很舒服 你让我觉得很亲切 你让我觉得你 你很友善 你让我觉得你是 很真诚的来待人 这叫谦卑主动 然后介绍他怎么 尊龙服侍 还记得吗 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他 因为他不认识自己的身份 他不认识自己的宝贝 他不认识他自己里面 有那个的 壮实的生命 他不知道 他以为自己是一个石头 他以为自己是一根草 他不知道原来 上帝造他 他有一个壮实的生命 他不知道 谦卑服侍就是 说出来 他生命里面的潜能 他生命里面的 这一个的丰富 生命里面神给他的恩典 你能说出来 然后去服侍 是成全他 好 这叫尊龙服侍 然后介绍我们来看 怎么样 怎么样这样做 第一 以耶稣的爱 来服侍对方 让内心受到感动 你试试看 如果今天你去买东西 前面的那个人 他帮你付了其中一样的东西 他说 今天为你做了一件好事 你会觉得这个人 你会骂他吗 还是你觉得说 惊喜 谢谢你 会不会 会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去喝咖啡 他去服侍的时候 他跟 他跟那个柜台说 我多付了下一杯的咖啡 下一个人来服侍 你就告诉他 他有一杯咖啡已经被付了 我告诉你 下一个人来付的时候 如果他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告诉你 你的咖啡已经有人付了 他说谁付呢 上一个客人 我问你 这一个人很可能会什么 愿意再为下一个客人什么 付他的咖啡 人很奇妙 一感觉被爱的时候 一感觉被尊隆的时候 他就是想要传递出去 制造机会 这叫制造机会 这叫谦卑主动 这叫尊隆服务 你知道吗 如果你觉得你的邻居的草太长 你去帮他割 你知道吗 你看到邻居的车很脏 你去帮他洗 你知道吗 你看到你的邻居的小孩 很闷在家里 带他跟你的小孩一起去玩 你知道你的邻居的狗在废 带他的狗一起去 去散步 小事 都是小事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于 人们不再用头脑来去看你 人们心被感动 心一感动 对你就好感 一对你好感 就很想了解你生命里面 为什么 你有 我没有 他就是这样 你知道我们当中有好多的小家长 我听到好多你们的主员都说 我能信主就是因为我的小家长 真的 真的是 所以我们要给我们的小家长一个赞生 他们真的太棒了 有钱很贵 你愿意每次都再人来聚会 再人来主日 你知道吗 人内心受到感动 你预备食物 多煮一份给别人 人内心里面会受感动 这叫传福音 这种叫传福音非常有利 胜过你告诉他 耶稣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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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十遍 他觉得神经病 真的 你知道我的事吗 以耶稣的爱来爱他 他就觉得你很不一样 差别就在这里 嘴巴不能改变一个人 所以为什么 在小家长门讯 我已经告诉大家 不要再说耶稣爱你了 因为他们一点都不感动 他觉得你有问题 因为耶稣是谁 干嘛爱我 他有什么目的 你知道吗 你先用耶稣的爱来爱对方 别人会觉得太感动了 都是小事 以耶稣的爱来爱对方 都是小事 都是小事 都不是大事 真的就是小事 再简单的就看出他 说一句鼓励他的话 说一句赞美他的话 说一句感谢他的话 这个都可以吗 最简单的 要不要钱 不花钱 接下来 以启示性的话 和圣灵的恩赐 来服侍对方 让他经历医治和生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教大家 要操练 学习聆听上帝的话语 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 我们才能够说出 启示性的话 然后我们也要 有圣灵的恩赐 来服侍对方 最简单的就是 为对方做医治祷告 每一个人身体都有毛病 每一个人都有 大毛病跟小毛病 你就为他祷告 Bill Johnson 牧师教会 那个负责医治事工的主任 他说他头十年 为四千多个人医治 很少很少很少人得医治 但是他说 我只知道一件事 我爱那个人 我不喜欢看到他 被疾病折磨的样子 每一次有人生病 我就是带着耶稣的爱 奉耶稣的名 为他祷告 十年了 没有什么果效 我继续做 我继续做 我做不是因为果效 我做是因为耶稣喜悦我这么做 我这样做是因为耶稣也这么做 我这样做是因为 天国不应该有疾病 他说 我这样做是因为什么 以耶稣的爱来爱他 十年了 果然 接下来 他的祷告服事 只有少少的没有得医治 大部分都得医治 十年是什么 十年是少少得医治 大部分没有得医治 持续做 就得到什么 得到耶稣的信任 这个人 真的是什么 单纯的来爱那个人 他不是为了果效 他不是为了自己有能力 他不是为了自己出名 不是 他已经 十年的忠心 坚持 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心态 赢得耶稣的信任 所以恩高降在他的身上 给他权柄 接下来 大多数得医治 少数没有得医治 一生前辈 这就是 你要不要坚持 你要不要坚持 感谢着我们有些人 坚持了十年做小家长 你还要继续坚持 第三 活出福音是以美好的品德和生命来吸引人 如果一个人你说我信耶稣 他看你去教会 他说 你去教会跟没有去教会差别不大 你怎么跟他传福音 你跟他传福音 他说 让耶稣救你自己吧 弟兄姐妹 美好的品德 什么是品德 我们只要背着两段经文 第一 爱的真谛 爱是很久忍耐 第二 圣灵所借的果子 就是忍耐喜乐和平 我们每次说 圣灵啊 帮助我 活出爱的真谛 圣灵啊 我愿意操练 圣灵的果子 你只要 我每次失眠 我每次失眠 我就是默想这两节经文 每次默想到一半就睡着了 因为这两节经文 我就告诉我 失眠你要找我 还是你要我 你找我我就找耶稣 所以为什么我没有失眠 因为一找我 我就默想这两节经文 我就不会失眠了 OK 好 接下来 我们基督徒 你要以卓越的成就来见证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 看到乞丐 然后就愿意说 我要信你的耶稣 没有 有没有 没有人愿意看到乞丐信耶稣 他就跟着信耶稣 每个人都喜欢看到 这个人有卓越的成就 就怎样 所以为什么 很多人邀请所谓的名人 来做见证 来开步道会 虽然我不一定认同这样 但是我觉得 没有更好的方式之前 上帝也愿这个 因为人对名人 这个信任度比较高 敞开性比较大 他说什么话 他说什么话就容易听 你只要看那些人来参加演唱会 你就知道了 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要传福音 要活出福音 要以卓越的成就要以卓越的成就来建成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家庭 我们夫妻的关系 我们跟孩子的关系 我们孩子的礼貌 我们孩子的生命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人际关系 还有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小家 我们的教会 我们都要让他成为一个卓越的成就 不是成功 成功是透过比较 你有这个 我也要有这个 你有这个 我也要有这个 然后我要比你更好 这叫成功 叫竞争的心态 卓越不是 卓越不是我要跟你比 不是 卓越是什么 卓越是因为耶稣这样呼召我 要发光作严 我跟我左天的比 我要越来越好 好让我完成耶稣所吩咐的 发光作严 这叫卓越 excellent 不是success而已 是excellent Amen 好 OK 所以呢 接下来 你要活出福音 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不容易 你把它带到你的小家 所以我们的小家 要成为一个什么 充满爱跟生命的小家 来吸引人 因为你一个人传福音 你比如说 你可能是很会服务 但是你小家里面的人 有人是很会传福音 你小家里面有 启示性坏 恩赐的人 你小家里面有人 很会敬拜 带下神荣耀的同在 你小家里面有些人 很会有帮助人 服务人的 但是呢 你呢 只有这一样 你讲 你讲又不太会讲 这个小家里面 有一个人很会讲 所以呢 你跟他传福音 你活出福音 他就知道 你很好耶 那你的生命 秘诀在哪里 你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来 来我们小家 他来了 那天敬拜 他就流泪了 那天那个分享见证 他就感动了 那天那个人解释神的话 他就觉得 耶稣怎么那么有智慧 会后的时候 又有人为他祷告做启示信的话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 你怎么说中了我的心 下周要不要来 要来 小家就是一个五重直视的一个团队配合 所以呢 充满着爱跟生命来吸引人 所以讲到这一点活出福音 就是要什么 要让人感受爱 经历神 所以你抓住这六个字 感受爱 经历神 这叫活出福音 不是传 不是讲 活出来 跟我讲 活出福音 OK 好 那当你 活出福音 带领对方信主之后 你不要让他成为气阴 不要让他成为气阴 就丢了 没有人管 生了小孩一定要养 OK 生了小孩一定要养 那怎么养呢 我这个讲很快了 因为这个很重要 这个讲很快 对方信主之后 你要养他 要培育门徒 记得 接下来这个 你最好要用小家的形态来去做 因为一个人会很辛苦 你用小家的形态来做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小家 变成一个使徒性的小家 就是这个 那我们要培育门徒 很快的 培育门徒是 透过小家的栽培 或者个别的栽培 以榜样 其实不是用言语 是用榜样 培养新生命 明白这个价值跟意义 明白这个做的价值跟意义 所以人是看榜样 而生命跟随的 人不是听 听他感动不大 他要看到榜样 所以小家里面 我们要带领他什么 我们要带领他在敬拜里面 你要培养他个人的灵修生活 个人的灵修生活 在小家的敬拜 在主族崇拜的敬拜 你要培养他在圣灵里面 有敬拜 然后呢 每天有读圣经 有祷告 目的是什么 目的要让他明白 这个价值跟意义 是要跟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 而且是双向 不要 你要告诉他 祷告不是只有你在讲 你要听上帝 读经不是你日带读文字 你要听上帝 今天通过这段经文对我说什么 你要敬拜的时候 不是你在唱歌 而是在敬拜 尊荣神 尊荣神 当神同在的时候 神要对你说什么 所以是一个双向 不是当向 不是我读完就走 我祷告完 阿妹就走 我敬拜完是 我觉得很舒服 然后我就走 这是当向 那当向就不是建立生命的关系 这是什么 这叫义务 这叫形式化的基督徒 不是生命 所以我们要培育门腿 让大家知道 第二 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 我们要改变祂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就是要拆毁掉祂的无神论 唯物论跟进化论 要拆毁掉这个 所以这些需要重整 第三个 重塑祂生命的品德 要改变祂的生命 有天国文化 然后教导祂 征战得胜之方 因为信主之后 很多征战 有老我的征战 世界的征战 情欲的征战 魔鬼的征战 太多的征战 教导祂怎么得胜 然后教导祂 为家人朋友祷告 你发现了很多教会 带领这个人 第一次来小家 他就教他怎么 为他家人祷告了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教会才会成长 要不然的话 他做了十年基督徒 他还不会祷告 所以我很欣赏这个教会 为什么一下子 真的增长得很快 原来每一个新朋友来 第一次新朋友来 分组彼此祷告 他说来 为你的家人祝福祷告 他说我不会 我祷告了 你跟着我祷告 他就学会了 学会为家人 为朋友祝福祷告 这叫什么 透过装备跟转化 好 接下来 我们要让他进入团契相交 就是培养小家 跟教会的生活 小家以耶稣的眼光 来看对方 首先我们的小家 第一要有归属感 归属感就是 使人感受到爱 被接纳 被遵容 得到鼓励 还有很温馨的氛围 第二有参与感 有参与感 他有机会分享生活的见证 参与服事 可以彼此的带导 然后就可以什么 领人归主 他第一次来 他可能刚刚出信 你就叫他为你的朋友 有提名祷告 你可以学习 学习就要领人归主 接下来小家要有什么 要有信任感 大家可以在小家 很有信任 才能够真情流露 因为知道 小家成员会保守秘密 然后接下来 小家要有幸福感 因为小家 在小家 我的生命会成长 我的关系 越来越好 就是有关系 然后小家有增长 就会有幸福感 所以这什么 在小家里面 这四个字 接纳 参与 如果在小家 他不敢接纳 他不会再来 在小家 如果他没有参与 他也不想来 这是人有被重要 被需要 被看重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 团契相交 接下来 同性侍奉 就是以耶稣的爱 来服侍人 首先我们要让他 认识自己的特色 特色 英文是什么 S H A P E 特色 S是什么 Spiritual gift 属灵的恩赐 H H Hartbit 你的心跳 你喜欢做的事 A Ability 你的能力 P Personality 你的个性 E 你的经验 你过去成功的经验 过去失败的经验 过去受教育的经验 过去服侍的经验 过去的经验 神要使用你这五方面 H-H-A-P-E 这叫特色 要认识自己这个特色 然后为家人 为朋友需要来祷告 然后带他 你看你刚刚这边 你活着福音 带领这个人信主了 带领信主 你让他培育门徒 让他建立团结相交 接下来要带领他 参与什么 服侍 带领他服侍 你要带他 带他一起去探访 带他一起去服侍 我做给你看 这才叫训练 我做给你看 然后呢 我做你做 第三步 你做我看 然后最后 你做我成全你 祝福你 你 长大了 OK 跟我讲一遍 来 我做你看 我做你做 你做我看 你做我成全 对 这叫训练 训练就这几个步骤 OK 所以我做你看 训练他 操练他的属灵的恩赐 最后 我们这一个的时候 同心师父就是要训练他 然后他要忠心 他要忠心就是 不管你在不在 他都是很忠心的来侍奉主 因为他知道什么 他知道这个价值跟意义 所以改变一个人 你一定要让他看到价值跟意义 没有看到价值跟意义 他不会去做的 他今天做给你看 明天他不做了 他找很多借口 他不做了 因为他没有看到价值跟意义 好 接下来 带领他最后进入真神 进入真神 以耶稣的心来亲近神 进入神同在的 进入神的同在 还有圣灵的恩膏 所以敬拜真神 来记得吗 又回到刚刚讲的 爱神 凡是以荣耀神的动机而做 做任何事的动机 就是要荣耀神 做任何事的心态 是爱神而去做 然后培养敬拜的生命 无论走到哪里 都带下神荣耀的同在 然后因为爱神 就有神荣耀的恩膏 这就是什么 弟兄姐妹 这就是使徒性的个人的生命 使徒性的小家 使徒性的教会 我们要什么 被拆派出去 进入世界 活出影响力 牧养出信的 改变对方的家庭 他的生命 他的家庭 改变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社会 这就是使徒性 所以你看 离不开什么 五大目标 因为五大目标 是我们整个人 个人的五大意义 也是教会的 存在的五大目标 五大目标来自于 耶稣的两句话 最大的贱命 最大的使命 就来自这几句话 好 带领他基督寿 然后陪他一起什么 活出福音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是一起来做这些 好 这就是使徒性的 生活方式 所以使徒性的 跟之前的 有什么不同 之前的是 只有我自己在享受 你没有想到说 原来我是要什么 拆派出去 去影响别人 所以牧养的教会 是不会去传福音的 自己享受 很好 这叫牧养型的教会 你来照顾我 然后我享受 我做什么 我做小明同学 刚刚大家还没有 听到笑话的 我只做小明同学 很好 我就想 使徒性的教会是 你原来训练我 装备我 爱我 是要我什么 是要我 出去 也要坐在别人身上 所以使徒的意思是什么 被拆派 被拆派 抓住这个核心的观念 我们就知道 什么叫使徒性的教会 这个我就 这个我今天不详细讲 所以我们个人追求 今年心中要有 神的道 神的爱 神的灵 服侍人 活出天国文化的生命 以耶稣的眼光来看人 彼此接纳尊隆 耶稣的爱来服侍人 彼此相爱跟服侍 耶稣的心亲近神 基督神龙要的神 好 那我重点在于这里 今年我们的 伟生的成长跟服侍 教会的 事工的重点 第一 我定义跟随耶稣 做门徒 也要使别人 做耶稣的门徒 所以你今天 你要问说 今年我要栽培 谁做 耶稣的门徒 我们的生命一定要 给出去才是使徒性的 如果你还是自己 就是没有活出使徒性 使徒性是被拆派出去 去影响人 然后我要 如果我要使别人 做门徒 我自己先要有 系统性的装备的课程 为了成长跟服侍 我期待参与海外的宣教 特别是神州的生命点 所以你要期待 我要宣教 宣教什么 也是使徒性的 被拆派出去 然后我要被拆派进入 社区活出福音 把人带进神的谷 加入小家 装备培养 然后我们今年 我们还有一个 继续积极参与 建殿的奉献 我们教会的目标 当然是60万元 好 这是我们今年的 OK 那四个人的重点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继续拆派 两位传道去神州 我们今年要计划 征聘教务的同工 负责少年的跟青年 就是高中生跟大学生的 这个的牧区 先这样慢慢再扩大 然后还有 我们也要聘请 一位关怀牧养的干事 因为这两个传道人 是做关怀牧养的 那我们需要一个 关怀牧养的干事 来去做关心牧养的 我们为教会下一代的 孩子们的双语 牧养事工来祷告 我们感谢神 去年2018年 成立了初哨团契 那么我们有六位同工负责 而且做得很棒很棒 我们从长远来看 我们要祷告求主 快快为我们预备合适的 Youth worker or the pastor 我希望今年先从这边 有一个开始 因为这是必然的趋势 跟迫切的需要 那我们也要让有些 主入学的孩子 顺利参加主入庆典 在还没有 这个Youth worker之前 我们考虑把主入庆典 改为中阴的双语的聚会 台上翻译 那么又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求生给我们智慧和策略 弟兄姐妹双语很重要 你知道今年上月 我们的梁玄 他要加入这个幼儿园 就是在Church Corner 开了一间幼儿园 是羊人开的 他特地开了这个幼儿园 就是要培养孩子讲双语 所以不管是羊人来 韩国人来 我们华人来 这个幼儿园 就是要你培养你讲双语 因为这个世界 全世界 70亿的人口 讲最多的语言 第一是华语 十多亿的人在讲 第二西班牙语 南美洲跟欧洲的人都在讲 第三讲什么 应该是英语了 所以 培养孩子知道中文的重要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要跟我们的孩子讲中文 让学校的老师教他英文 我们要教他中文 让教会培养双语 这样他才会什么 他将来进入到社会 他真的会感谢你 爸妈谢谢你过去坚持双语 他真的会感谢你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也要开办 这个把美国创新的神学院 在引进基督城 有一些装备 那我们采院的是密集室的课程 OK 是在奥克兰授课 基督城市院 视频同步进行 好 那这个是我会私下 鼓励和事的同工报名注册 那么教会是属灵的大家庭 我们彼此遵容 尾声跟合一 然后装备中心的课程 人人受装备 那么我们今年尝试开办 等一下小丽会讲这个 一年两次的周末密集课程 朱疗会继续做alpha的课程 跟苗圃的课程 好 这是等一下小丽讲的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十二点半才吃午餐 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 一些的执事的同工 他们来这里分享 他们的这一个的 一些的 一些的 情况 可能他是想要说一些 鼓励你们的话 想要说一些 感谢你们的话 想要说今年 大家可以怎么做 好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敬拜团上来带我们一首歌 以后瓦喜乐领很不错 弟兄姐妹 你跟上帝来祷告 你说神啊 今年我要听 我要学习 聆听你的声音 因为使徒信的教会 是让耶稣做王 所以王说话 我要听得到 不管是透过敬拜 透过读神的话语 透过祷告 透过等候神 你说主啊 我就是要学习 聆听你的声音 我们的上帝 圣经说 不是死人的上帝 也不是哑巴的上帝 圣经说 我们的神是 又真又活的神 今年 这是第一 学习聆听神的声音 你为自己祷告说 主啊 今年我要接受 系统性的装备 因为是为了 要拆派出去 我不能给 我所没有 然后第三 你说主啊 我知道 我不是停留在 牧养型的 我要记录 使徒信的 我不是 所有的好处 都留在我身上 做死海 不是 我要成为一个 给出去的 影响力的人 今年你说 我一定要活出福音 我要抢救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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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的小家 要不一样 不是你好 我好 我好而已 原来我们的小家 是要成为 使徒性的小家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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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建造教会的蓝图 谢谢你看到带领我们今年 我们的教会进入使徒性的教会 使徒性的小家 使徒性的个人生活 我们不是停留在婴孩的阶段要被牧养 主啊我们要进入到 永世的阶段 要被拆派出去 来转化我们身边的人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很需要你的圣灵来高谋我们 供耶稣基督得胜圣明 祈求感谢 Amen 我们同期礼我们来唱这首歌 阿们 我们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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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分出心来的声音 主要心气是多 来的美的笑话 是何话 希望你现在来重担我 希望你偷偷心来的美丽时刻 我依靠若不分出心来的声音 主要心气是多 来的美的笑话 来的美的笑话 充满在我的心 想到为跳舞的尽量 可以提醒你 我依静我的灵 你耳带的泪子美 心的流影 倒过在我身上的灵 我依静我的灵 我依静我的灵 充满在我的心 想到为跳舞 安静的美出生命 我依静我的灵 你耳带的泪子美 喜乐又一个灵 我依静我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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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耳带的泪子美 喜乐又一个灵 我依静我的灵 你耳带的泪子美 喜乐又一个灵 我依静我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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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耳带的泪子美 请赞美主生命 我依静我的灵 你耳带的泪子美 你耳带的泪子美 喜乐又一个灵 我依静我的灵 我依静我的灵 你耳带的泪子美